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栏目 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界面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界面呢 就是这样的界面 这个界面上它的减应力或者切应力为零 那么称之为 它的主微分平面 或者叫主平面 我们一般就叫主平面就可以了 那么对应的这个方向 对应的这个方向 如果你找到这样的方向呢 没有减应力 在这个面上没有减应力 那么就称之为主方向 称之为主方向 那么相应的应力呢 就称之为主应力 我们前面都讲第一种应力 第二种应力 第三种应力 就这么求出来的 好 我们现在就求这个方向 我们先提一下这个切应力 就是咱们说上 有的地方就叫切应力 有的地方叫减应力 就原来的最比较早的教材 一般都写减应力 后来国家规范里面都叫切应力 现在的国家规范里面 那好 我们现在呢 就找这样的一个方向 n 这样一个斜的截面 n n它的三个方向一旋 我们继承lmn 那么这个截面上它的应力呢 是pn 我们继承pn pn 如果这个截面上 它没有减应力的话 没有减应力的话 那么它这个pn呢 就是等于 它这个截面上 它的应力矢量的模 就是sigma n 换言之 它等于 这个模乘以lmn 这是它的三个分量 就是说 因为这个n它的分量 它的三个分量是lmn 那么这个呢 跟它平行 那么它的分量呢 就是相应的乘一个系数 对吧 这是三个 它的平行 那平行这是 那么p等于多少呢 它值等于多少呢 我们用科西公式 可以直接给它求出来 就是把这样一个n 这样一个切面上 它的相应的应力分量 用科西公式 直接可以求出来 直接写出来 就是这个式子 这是科西公式 科西公式 那么科西公式呢 那么我们如果我们认为 这个简映力是互等的 就是sigmaxy等于sigmayx 如果质量相等 那么这个跟这个相等 那么也就是它是一个对称的 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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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把它对称化 写成这样式 好 这是左边呢 是科西公式 左边的科西公式 直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pnxpnypnz 右边是夹设 在这个面上就只有正应力 它就是等于SigmaL,SigmaM,SigmaN 这两个式子应该是等价的 就是写成这样一个式子 我们看这样一个线性方程组 L,M,N L,M,N 是什么呢 是这个方向上的方向余旋 这是一个单位使量 因此L,M,N不可能同时为零 也就是说这个方程肯定有非零解L,M,N 我们只要假设这个方向存在的话 那么L,M,N它必然不是零解 那不是零解的话 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呢 就是它前面的这个系数行列式等于零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样的系数行列式等于零 我们前面在求一个张量 它的特征的时候 我们求这个方程 把它展开 就是这个特征方程 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这个硬力状态 或者这个硬力张量 它的特征方程 那么它写成 这样是Sigma的立方 那么Sigma是什么呢 Sigma就是我们要求的 那个面上的正硬力 那个正硬力没有 对应的没有减硬力 这是Sigma 然后I1,L,I3是硬力张量的几个不变量 I1它的表达式是SigmaX,SigmaY 将SigmaZ 好 那为什么I1是一个不变量呢 I1是不是一个不变量 I1呢 就等于SigmaX加SigmaY加SigmaZ 或者写成SigmaI 就是硬力的张量 它的对角三个元素求和 所谓不变量的就是说 这个硬力从一个坐标系里面 转移到另外一个坐标系里面 从一个坐标系里面 转移到另外一个坐标系里面 就看看它是不是变化 如果这两个值呢 相等 不变 就是你坐标系随便怎么转换 那么这个表达式呢 它不变 那么它就是以这个硬力的一个不变量 这样的不变量呢 有很多很多形式 这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它是不是不变量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用坐标的转化公式 等于什么呢 等于Beta I一撇 I一撇 比方说Ki Beta I一撇 这是I一撇 I一撇 然后呢 KiL 第一个坐标转换 第二个坐标转换 然后呢 是Sigma KiL 对吧 好 我们看这个 这个系数 本来呢 这个系数呢 是分别对它自用坐标转换 大家看到这个系数里面呢 有两个 有个牙指标 I 对吧 这牙指标相对于什么呢 相当于可向求和 或者它们之间 这相乘之后 之下指标 那么这个式子 等于什么呢 这个式子我们前面 大家如果看前面笔记 我们讲过 这个式子是等于ΔKiL 因为这相当于这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它的 相乘 就是两个坐标转换 矩阵 它们之间相乘 它就等于ΔKiL 你占用张量 把它带进去 就等于Sigma KiKiL 就是跟这个 那么说明这个Ie呢 是一个应力的 一个不变量 这是应力张量的不变量 就是坐标随便转换 它的对角线的三个元素 加起来是相等的 好 这个特征方程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那么其他的两个 也可以这样写 Ie Ie2 Ie3 Ie2呢 是等于它的 它的一阶 主于子式 它的这样表达式 就这样写 那么这个 那么是不是不变量呢 实际上 它可以写成 这样的式子 二分之一 Ie的平方 Ij 好 实际上 这个随着你坐标转换 这个是不变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看看 这个是不是变化 这个是不是变化 那么这个是不是变化 变吗 SigmaIj Ij 这个量 随着坐标转换 它是不是变 能看出来吗 这个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式子 可以吧 因为这个张量是对称的 二阶对称的张量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 如果这个我们 它是这一个 应力张量 它叫它G 就是它的对角线元素求和 我们称之为它的G的话 那么这个呢 它是这个张量的G 就是这个张量 你看 它第一个指标 它第二个指标 跟它第一个指标 是牙指标 相当于 这个点成这个 对吧 这个点成这个 点成这个呢 那么它是一个 又是一个对称的 二阶张量 对称二阶张量 那么它求G呢 它还是有不变的 对吧 跟上面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本身 它就是一个二阶张量 就跟Sigma是一样的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式子 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 它是不变量 大家可以证明一下 很简单 总之 I1 I2 I3 这样的三个量 它们对这一个张量 对一点的张量来讲 你不敢坐标系 选择什么样子 它都是不变的 因此它称之为不变量 好 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呢 你就可以求 求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三个根 三根你分别进成 Sigma1 Sigma2 Sigma3 它这三根呢 一定是三个石根 为什么是石根 我们可以证明 我们再证明 那么这三个量呢 就相当于它的主应力 这个点的应力状态 它的主应力 三个主应力 你把任何一个主应力带进去 就这个方程里面 比方说 这个方程里面 你变成Sigma1 Sigma1 Sigma1 好 这样的方程组 方程组呢 你再加上这样一个条件 因为这个方程 大家知道 求完以后 这三个方程是不独立的 这三个方程不独立的 你说这 可以呢 把其中一个方程拿掉 然后呢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方程 就是这个L M N 它们的平方和等于1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求出 向对应的 单位发现时量 就是这个 对应于Sigma1的 单位发现时量 对应Sigma2的 单位发现时量 对应Sigma3的 单位发现时量 你三次求解 就可以把这个 三个方向时量求出来 好 那么这三个呢 就是它的三个主方向 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能够找到 这样三个方向 在这三个方向上 是只有正应力 没有减应力的 那么这三个方向 是非常重要的 三个方向 好 我们把这三个 三个主应力呢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把它排个序 最大个的 叫Sigma1 其二的Sigma2 老小 是什么3 我们把这三个 主应力给排号 排对 排完对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三个量 去求解 很多很多东西 你就在求 这些不变量啊等等 都可以很容易了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样的性质 第一 这三个系数 都是不变量 这我们已经证明了 这没有什么 可以可以怀疑的 我们都证明了 这三个量 是不变量 那么另外一个 重要性质 就是这特征方程的 三个根 都是十根 为什么一定是十根 好 比方说我们假设 我们求出来的Sigma1 它是一个负根 它这个负数 因为这样一个 三次方程组 它是可以有负数的 对吧 它的根可能是负数 那么为什么 它一定是十数呢 我们不妨假设它这个负数 如果它是个负数的话 它对应的 你在这个方程求出来 它对应的系数 L M N 也一定要是负数 对吧 它的方向 也一定是负数 它满足什么呢 满足什么 点满足 nue 科系公式 点仓 应力 等于什么 就这个方向上 这是个负数 点中它 科系公式等于 这是我们 对吧 这是我们刚才定义好的 就是在这个方向上 点称它只有正应力 这两个 假设这个是幅数 那么这个应该是幅数 如果它是这个方程的根的话 它的共恶也一定是它的根 对不对 如果它的共恶也就是 也一定是它的根 也一定是它的根 那么它对应的呢 必然是 它的共恶 就是说它跟它是对应的 那么它跟它是对应的 只有这样才方程才能可能 这是实数这样的方程它的性质 那么它满足什么呢 它满足 Nu1 一杠 Sigma 等于 Sigma1 一杠 Nu1 一杠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呢 两边 这个两边呢 同时乘以Nu1 一杠 也就是这个式子 点成Sigma 我们点成Nu1 一杠 可以吧 那么这个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带进来 就等于Sigma1 Nu1 Nu1 一杠 对吧 那么同样 这个也可以听出来 左边跟右边是相等的 左边你看没有 这个对称的 左边是相等的 这个等于这一下 对吧 因为这个Sigma对称的 它乘以这两个 是相等的 因此右边也应该相等的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标量 那么只能是它等于它 因此 因此Sigma 是一个式根 好 我们下课 上 它对 是一个式根本的